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是说你是有错误的 你 这 这东西放 我 来吧 开箱了 我们可以注重 我懂你的意思 你肯定是把我想象成一个土的吊渣 黑不溜秋的鱼婆子了吧 但也没有那么严重 不过肯定不是往好的方面就想了 其实呢 这都是一种偏见 就像乡下人 像大城市里的人一样 想象出来的都是妇人 西装阁里的小白脸 背头梳得光光的 千包里的钱也总是塞得满弯的 很少会有人像那些拉地牌 解破烂的 花姐 你太过分了吧 你人长得漂亮 气质高雅有魅 我多看你几眼 就至于你这么不依不饶地损我吗 我有那么小气吗 好好好 我服了 我服了 唐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 一飞老弟 你这几乎来得直 直 咱们的话题是不是扯得太远了 那好 那好 我就听听你花姐的 样品我看了 绝对的上乘好货 问题是 不知道你们能够提供多少 那得看看你花姐的消化能力有多少 我的消化能力是伸缩性的 吃东西从来没有撑着和噎着的 来这不去 太少的饭 我还不吃呢 哦 我明白了 有一点我必须搞清楚 付款的方式怎样呢 我还不知道你们到底能够提供多少货 你我之间也还没有决定做不做 你问这话是不是早了点 这一点你尽管放心 花姐 我们大老板的能力 虽然不敢说撑着你 可是吃饱 那是绝对没问题的 明天你给我个数量 我等你回话 花姐 还有什么不明白吗 没 没有 那好 明天我请你喝个送行酒 你等着吧 看我干什么呀还不快追 公安 到底啥事啊 问那么多干嘛 进去不就知道了 陆队 找我啥事啊 坐 坐坐坐 坐呀 闲着没事 找你聊聊 陆队 别逗了 阿笼子 我说啊 你愿不愿意减刑 或者是提前释放什么的 有这种好事 有啊 那就看你乐不乐意干了 你们可别那么套让我钻啊 你说话算话啊 嗯 我们什么时候有过说话不算术吗 举个例子 花姐 你今天是不是有些太过分了 上赶着不是个事 你懂什么 月儿 你怎么了 快快告诉姐 是不是水生 他又欺负你了 你是柴新明的手下 我咋从来就没见过你 我们俩也就那么回事 你说他一个外相人 我还能指望他混饭吃 也就问他俩钱花花 你说话了挺实在的 再说了庄哥 人都讲究个面子了 你说咱拿了人家东西 咱们得替人家消灾嘛 现在好了他人也死了 我们以后不跟着庄哥混跟谁混的 我们弟兄几个请您也就这个意思 这点说的还算明白 只要有我吃的 肯定有你们喝的 是是是走 庄哥以后就跟着您了 站住 庄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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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哥这什么意思啊 爬上 庄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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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 你敢抓我 別別別 庄哥 你好啊 你咋 老子在裡面灌了這麼長時間 出來不得和你 庄哥說道說道 說道 屁 打 爹兄們 廢了他 打 給我狠狠地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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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 叶小白银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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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好 站好了 看什么 站好了 二六 你刚出来你又闹事了 他找的事是他先闹的事 他找的事不约我 怎么样 机经理 这是怎么长的 没事 没事吧 没事 好 没事就好 周老板 难怪我们老板 对他的家乡总是念念不忘 尤易开发金湖呢 这可真是个好地方 怎么 大老板是金湖人吗 是啊 但是他爷爷那一辈 他并不是金湖生人 那这么说 他没来过金湖了 来过啊 好像是结婚前跟他媳妇来过一趟 他太太是金湖人 那肯定是 不过这一切我就不太清楚了 看来 看来我们这次的合作是有缘分的 昨天夜里我就把你的态度告诉了老板 他的回答的确出乎了我的意料之外呀 他说什么呢 他说什么呢 让我们一切都听你的 嗯 大气 真是大手笔的气盘 这太出乎我的意料了 表哥 货量多少 大老板说过吗 货肯定是够你吃的了 不过现在有一点麻烦 货量多 关口查得有盐 许多关口不好过啊 啊 这个你就放心 这货送到金湖 这方面的安全就交给我了 好 花姐办事 我们一百个放心 好 请 表哥 那我就不送了 有雨费 就不麻烦花姐了 一如好行 表哥 借你的经验 花姐 走 再见 嗯 军长 太好了 干什么张燕 疯疯癫癫的 军长 你看这儿 狗蛋游戏机上残留的血迹 跟齐壮的是一样的 我会想起来 我会想起来 快点 看 快点 快点 走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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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干啥 奶奶 你是吓死我 陈生哥 你可真行啊你 他是个病人 他比你小你不懂啊 你怎么跟他一般见识呢 你也不知道 他什么 他已经够可怜的了 走 快 快点 这东西 脱子 罗队 人呢 起上哪儿去了 俺不知道 他上哪儿从来不跟俺说 成天不是打就是骂 你怎么能这么对待玉儿啊 她是你老婆 你瞧瞧你自己还像个男人吗 玉儿她 你不知道 玉儿怎么了 她配不上你是不是 我 我不是那意思 罗 你还不知道我吗 我身上过去是这样的 你帮我 我也知道 我打心里念着你的好 可娶这个老婆能顶啥用 饭不会做 衣服不能洗 还不能碰不能摸的 可是当初相亲的时候 你说什么来着 不是你死皮赖脸的求我的吗 要不然我会 我那知道她有神经病了 你有没有跟我说 哦 你的意思是说 我明知道她有病 我不告诉你了 好了 鲁花 我管她吃 给她洗衣 家里活外面活我全干了 你还让我怎么样 她不管好闹 有吃有喝 你还想让我咋 我好她也是个男人 现在成啥了 就是狗蛋吧 奶奶 她也是好好的 没病没灾 狗蛋能热杀那种祸吗 多好的我 你也是女人 也有孩子 养活五六岁 我 我容易吗 我 我再没洗没肺 那也是自家的骨血 我能不心疼 我 我跟谁说去 我没说你别的 我就是让你以后别再打她了 你再看看这个家 人能住吗 要不是今天下午 人家环保局来人 帮着把屋后垃圾清了 这不还能带人吗 环保局的人来帮你清除垃圾了 是啊 他还死活不让人拉呢 你说气不气人 我 我 水衣 水衣 哥 正好水衣 我正找你找不着呢 水衣 我正找你找不着呢 水衣 哥 哎 你说 这么大家伙不难找 买得起这种船的人不多 你们看我 跑码头跑的年数也不少了 还不才混着这么条船 在我们安婚的地方也算可以 我呢很少外出 这方面啊 对了干脆啊 我给你介绍一个人 嗯 好 好 好 老沐 干嘛 公安同志 找你问些事 公安找我干嘛 我也没犯法 哈 大哥 你别着急 我们找你 了解点事 哥 嗯 你这么说有什么证据吗 嗯 不能说很充分 但狗蛋游戏机上的血型 和他人相复 这肯定不是偶然的 其实啊 那天我到你船上 本来就是打算 核实一下 灰五号失踪那几天啊 齐壮本人的行踪和活动情况 不过 嗯 当时 张副市长在场 嗯 就没好意思打扰你 哎 灰五号 哪几天失踪的 8月的 十二号到二十号去见吧 嗯 你呀 你真是的 你完全可以问我呀 不就几句话的事吗 你的那位宋经理 嘴巴倒挺严实啊 哎 咱们就在这儿坐会儿吧 好 这里环境不错啊 我去坐 他就那么个人 做什么事呢 都站得精进 心想甚微 那请你告诉一下宋经理 我想查看一下 齐壮出发阶段的报销单据 希望他能配合 看是没问题的 不过呀 那也是浪费精力 没必要 为什么 我 最近这两个季度内 我从来就没让他出发过 公司会计那儿根本就不可能有他的什么报销单据 是 他这人不行 早就和我面和心不合了 要不是我看在创业阶段帮过我的忙 我早就想炒个鱿鱼 可那段时间 他确实不在经过我 我知道 他是通过我的一些关系 认识了一些客户 所以呢 感觉自己的翅膀也硬了 整天打着我的旗号 在外面招摇撞骗 其实我也早就听人说了 他想开公司自己干 和我听说的可不一样啊 我也早就听说过 什么是我的打手啊 哪有人说是我的保镖呢 甚至还有人说 我跟他有爱没关系 那 以你的感觉 他会不会做这种事 那种事啊 接船 杀人越祸 这事太大了 我就不好说什么了 这话画得挺像啊 没错 就是拆老康那条船 前两天我还见过他呢 是吗 在哪见他 好像是在石桥镇一带吧 我们在河中间打过照面 然后又错过去 当时我忙着开船 也没跟他们打招呼 哎 这个柴老康他神经病 才买了几天的船 怎么又上齐了 不可能的 新船 没必要啊 也许是胡江 胡江韵干的 胡江韵 胡江韵是谁啊 怎么 柴新明这小子没跟你说啊 船啊 他也俩卖了 现在的船主叫胡江韵 怎么会儿呢 咋会呢 大哥 新明哥和大伯他们都已经死了 你说什么 来 跑上面去了 真巧啊 再给你买一个 哥 咱们分手了八年 石头就在水面上正好飘了八下 你不是说还真是的 这就叫有缘嘛 是不是 八姐 去 别跟我说 小子 哥 你回金湖多久了 七年 七年 比两个月吧 那比我晚半年 哎 哎 哎 那这么说在瑞同出世之前就回来了 水夜 你可真够呛啊 在我的地盘上待这么久 也不来看我 我想忘不过去 你变了 水夜 哪变了 嗯 那种 可怜巴巴 拥有寡断 遇上事 就掉眼泪的小姑娘不见了 嗯 只要是没变坏就好 我能感觉到你身上那股 嗯 咄咄逼人的脚 这不是表扬 说明我还不够成熟 哪里啊 你在金湖混得不错啊 可以啊 啊 连造福支掌也都买你的账 什么呀 当然了 比过去是好多了 可比起你们这铁饭玩啊 我这心里就不那么踏实了 有一点你没变 自尊心还是那么强 哥 除了这一点 我大概什么也没有了 车来了 老板 这车您用吗 你把船给我开走 把车给我留下吧 好的 哥 上车吧 我看算了 七八年没见 上下坐坐都不行啊 走 我爹 上车 你们找上我算是找的人了 因为只要他在水上 他们的窝在什么地方 我一起挖一个准 什么去把窝 我跟你们说实话吧 他这几天要赶忙回来 是因为啊 他有个相好的 相好的要过生日 回来做贡献要叫工粮的 不 他有个相好的 现在的人不都是这样吗 手头有几个闲儿 闲不着 行啊如花 你这是 车都有了 回到金湖 如鱼得水啊 哥 谈生意做买卖 大块腰包再比 架子还是要撑撑的 场面上的事情没办法 大姐 您今年多大了 哥 你们城里头的人 有这样的习惯吗 哪有问人家女人年龄啊 对不起啊大姐 我说啊 老胡啊 这船啥时候买的 买了一个月了 手续全吗 不全不全我买的干啥 看样子 老兄对我们不大欢迎啊 不敢 你们这种人啊 我们惹不起啊 大叔 安静去看看行吗 我说不让你们进 你们就不进吗 你过来 什么事啊 怎么着 你脑子有病了 怎么了 你说怎么了 你领着他们到我这来干什么 吃饱了撑着 咱买船购船 正大光明啊 去里 老哥 别生气啊 来 味道真不错 行了 行了 你啊 别瞎捧我了 我还是第一次听人夸我手艺好呢 真的 我刚才还偷吃了呢 那我再尝尝 好 给 我们不喝酒啊 我说过了 这次我们绝对不能喝 得了吧 哥 你说要是下个文 人人都听的话 那全国遍地 不都是孔樊森和交易路了 那还有什么王宝森乘客节吗 你说的再有道理啊 工作期间 我们是一滴酒都不喝的 大姐 这方面啊 我们去抓二可言了 哥 嗯 我们应该有八年没坐在一块喝酒了吧 如花啊 人的感情非要放在酒上 哎呀 哥 就三杯 怎么样 多一点我都不让你喝 不行 晚上行 白天我告诉你啊 一滴酒都不沾 哥 你就这么不给面子啊 这不是什么不给你面子 你应该理解我一下 其实 我跟你说啊 一点也不讨厌酒玩去还挺喜欢喝的呢 算了算了 你们要不喝啊 我自己喝 哇 大姐 厉害啊 厉害什么呀 不就是一醉吗 哎 如花 我没非得要你们来喝酒 哥 我 我是高兴 我今天想自己喝点酒都不行吗 不是 喝你可以喝 但听我少喝点心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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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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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的字还在呢 这是心灵歌课的 他说在外面想俺的时候 夜里他就摸一摸 哥 来 咱们接着喝 行了 你今天喝多了 怎么 我让你以水代酒陪我都不愿意啊 不是卢花 我的脾气你是了解的 你以为我是自作多情 巴结你是不是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卢花 哥 我回京湖已经八年了 风风雨雨不记的时候我有过 可 可是我 我求过你什么没有 你不就是最近才知道我在京湖的吗 你办公室的门 在什么地方我都没去过 我 我都没去过 大姐 鲁队不是这个意思啊 兄弟 我们之间的事情 你不知道 你就别给我乱插嘴了 是不是啊哥 怎么了卢花啊 他不知道 你就偏逼着我跟你喝酒啊 我让你喝酒了吗 我让你喝的是水 我说我不喝 是水 你 你要不要喝了 这喝酒啊 是件高兴的事 不高兴呢 喝他干什么 哥 对不起 我知道 你是关心我 哈喽 你们好 来小宝 过来孩子 叫鲁伯伯和文叔叔好 乖孩子 叫什么名字 伯伯 你耳朵聋吗 妈妈叫我 你应该听见的 叫小宝 对不对 伯伯伯 伯伯 真是老了 耳朵不好使了 你应该听见的 叫小宝 伯伯 伯伯 你是警察 不应该出新的 嗯 小宝说的对 伯伯知道错了 伯伯一定要改正 你怎么知道伯伯是警察 昨天俺和小红姐姐 看你去抓齐叔叔 齐叔叔 哪个齐叔叔 就是齐壮叔叔啊 齐叔叔对你好吗 齐叔叔可好了 净给俺买好吃的 嗯 这是我的四中 和张花青签订的共传协议 手续齐全 一样人都不少 三十万 俺回五号船的情况 就是取掉折旧 你也有十五万左右的便宜可赚啊 这我就不懂了 阳公安 张口回五号 你有什么证据 证明我的船 就是你要找的船呢 大叔 俺清楚 俺认识的 姑娘 你是天上哪块云子啊 她是柴新明的未婚妻 当然了解回五号的情况 我再说一遍啊 你听清楚了 卖给我船呢 叫张花青 而且是东方十六号 而不是什么回五号 我更不认识什么叫柴老抠了 什么柴新明的人 这船究竟是不是回五号 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手续在你手里 你们认字吗 我先不说你这四证是真是假 吴将军 你跑了几十年的团 这船只买卖方面的规定 你不知道吗 杨索你快来一下 又有新发现了 老母 你知道今天统都大老子吗 虎哥 我 你看奶奶给我听着 今天不出事 什么都好 你一旦给我惹什么麻烦 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我 我不是有意的 胡哥 我真的不是有意的 我 大奶奶的 有个法 去我办件事 胡哥 你说 人得讲良情啊哥 刚回京府的时候 因为是单身女人做事 很多人都想找你麻烦 庄子帮我不少忙 确实有贡献 帮忙 动机恐怕不那么单纯吧 哥 现在的人如果有肯白帮忙的 你给我多推荐几个 行 我心里替你想着 你放心吧 真的啊 其实 人心里面有些想法 是可以理解的 小宝很可爱 一会儿 我没想到 你有这么大一个儿子 是你和月通的吗 你这什么意思啊 我不就结过一次婚吗 我没有其他的意思 我记得你离婚 哦 我知道了 那时候 怀疑的事你没跟他说吧 跟他说 他压根就不配 哥 以后守着我的面前 再不要提这个人的名字了 行吗 好的 我知道 没错 你看 洞口的形状 和微弱的弹药味 完全证明了你的推断 跟你推断 这里面 还有一颗子弹 开 他愿意不 管他呢 这垫子 是按西鸣哥的 你 来 来 你 杨总 在这儿吧 你看看看看 对对对 来 杨总 在这儿吧 你看看看 对对对 上面还有残留的血迹呢 杨大哥 楚大哥 你们看外边 老胡啊 咋的了 这么严肃啊 这事你想咋办 杨国啊 什么事啊 你说什么事 这是我的船 看样子 你还不活动 你啥都懂 啥都明白啊 哼 那我就跟你直说了吧 经过我们初步认定 你这条船是赃物 还牵扯到一件 重大的人命案 按法律必须扣留 你听什么 这船是我花了三刷买的 你懂吗 有法律知识没有啊 购买赃物也是犯法的 你知不知道 赃物 这上面标志记号吗 我怎么知道它是赃物 等等 老胡啊 你在水上跑了多少年了 二十来年 怎么了 你懂船吗 废话 那好 你告诉我 你这条船 能值多少钱 老胡啊 你懂 你是不想说 那我就告诉你吧 按市场的流通价格 新船 不会低于四十五万 可你这条船 跑了不到一个月 正常的话 会三十万卖给你吗 那真是天上掉馅饼了 你老胡 咱那么大福气啊 买卖买卖 越买越卖 你管得着吗 那要是正常交易的话 对方一分钱卖给你 我们都不管 可这条船是赃物 你心里是非常清楚的 杂志 你想让我三十万打水漂是不是 本身你做的就是违法的事 杂志 啊 损失 想让我们替你承担吗 伙计吧 我们是无辜的 公安要扣咱们的船 断我们的路 你们说怎么办 还我钱 公警委 不要回来 公警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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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警警委 公警委 公警警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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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他 和煙 不要还手 和煌火流星 不要还手 每一阵狂风都是失望过境 每一阵雷鸣都是小小径底 每一份春歌都在混混穿西 每一阵雷鸣都是小径底 天光归归洒下来 何止一片高月的星星寻寻 阿滴雨满沉河万里 青红山两长雨 天光归归洒下来 何止一片高月的星星寻寻 阿滴雨满沉河万里 千万会拥抱山两长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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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